姐 找我们什么事 我今天看到爸爸这么开心 我突然明白你的话 只要有机会 哪怕是一点 我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着爸爸 我也是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爸爸这么开心 像这样的相处机会 只会越来越少 如果爸爸可以治好 我还想带爸爸去更多的地方 所以天忆 我支持你的治疗方案 小龙 你呢 只要这个治疗方案有机会 我也支持 我最近正在跟北京的抗癌治疗专家联系 他是这个新的治疗方案的负责人 我想让他看看爸的情况 我相信一定会有帮助的 联系上了吗 我给他发邮件了他还没回 我会继续努力的 那怎么办 院长也会帮我联系 没问题的 天忆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你了 天忆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你了 爸爸的手术 一定要成功 我知道 舅舅为什么要做手术 天心 舅舅为什么要动手术 舅怎么了 你先别说话 小点声 你们先出去 我来跟他说 舅舅 可可 天心 舅舅为什么要做手术 爸爸 得了外癌 你确定吗 嗯 爸爸不想让所有人担心 所以 我们一直忍着 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假装不知道 这种事情怎么能假装不知道呢 这是爸爸的意思 所以你也要认识 所以你也要认识 没让姑姑知道 我妈 我妈要是知道 她最爱的哥哥生了这么大的病 她会疯掉的 她受不了的 天心 先瞒着她 千万别让她知道 可是 可是 姑姑要是难过 爸爸一定会特别伤心的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天心 天心能治好救她的病 对吧 会的 一定会的 是 哦哦哦哦 哦哦哦 哦哦哦